今天修了一个微波炉 这个微波炉刚开始拿过来的故障 拆开一看就是这个磁空管损坏了 为什么一看都知道呢 因为明显就是这个磁空管高温之后 这个里面的东西都已经烧坏了 这个磁空管换好之后 四季加热正常 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散热风扇不转 那也正因为就是这个散热风扇的问题 导致这个磁空管 所以被高温烧坏了 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这个风扇 那么今天拍这个视频是干什么呢 就是因为之前有网友给我留言 问过这种微波炉 它有三个引脚的这种风扇 它是怎么工作的 它为什么有三个脚 这个线怎么接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已经是确定了 是这个风扇电机的问题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我们用电阻挡 我们知道这都是线圈 反正是之前肯定是有阻值的 我们首先不管它阻值大小 这两个73欧 你想和这个第一个脚 这已经开路了 那就说明肯定是这个电机损坏了 现在主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电机 我们看这个心脚或者这个电机 它这三个引脚是有什么作用 我们可以看这三个引脚 就是中间这个脚标了一个N 代表零线 那么其实我们根据这个插片的宽载 我们大概可以分析出 这两个宽一点的是接220的 这个是另外一根线 我们看一下这个线是干什么的 我们根据这边这个插子 这是插着这个红色的线 我们根据这个红色线 一跑来发现这个红色线 到了这个下面去了 我们这个微波炉的下面 就有一个转盘的电机 我们这个转盘电机 是交流220伏供电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机 在这里不仅来驱动这个风扇 那么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降压 把这个220变成30伏 然后给这个电动机去工作 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 那么这三个引脚 它是怎么降压的 实际上中间这个角 这个N这个零线 它是一个公共段 这边是输入火线 这个是零线 那么这个是输出 说到这里呢 我给大家画个图 大家如果是接触过这种 调压器都知道 它就是中间多一个抽头 当我们的这个220 加到这里的话 220加到这两端的话 那么它这还中间有一个抽头 就是它这一部分 它的输出电压就是30伏 以我这个电机为例 那么其实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就知道 我们之前那些调压器 我们找了两个图片 大家看一下 其实和我们这个调压器 是一个原理 只不过我们这个调压器 它这个上面有一个碳刷 它可以根据这个饶阻的多少 来确定输出的电压 但是我们这里是一个固定输出的电压 所以它就不需要调节 就没有碳刷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自偶变压器 相当于 然后这里输出一个30伏 这个是零线 然后接到电机上面 那么我们再来测一下 好的变压器 看它这个组织有什么关系 这两个是接220 361欧 我们再测这个30伏的 就这两个 75 300多少 再加上这个 75加 用这两个 这应该测错了 这两个 75加 285 就是300 3006 应该还是3006的样子 我们测的也是3006 所以这个组织是正确的 当然我们这样测有组织 它肯定 确定这个电动机是坏了 因为之前这个电动机 这都是开路的 都没有组织的 这就是这个 三线电机的一个工作原理